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精修线雕常用的工具 在埋线的过程中间的话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就像手术一样的 如果说没有手术刀 手术是无法进行 埋线自然也一样的 必须的话配套的工具 建议每个人的话配个两套到三套 我们先来看一下埋线的专用工具大概是有哪一些 第一个破皮针 然后第二个小金钩 然后第三个金银笼导引针 银缝单钩 单钩裂以及清洁器 还有松解针等 我们先来看一下破皮针 破皮针的话是采用锐头打磨的这种设计 呈钝尺的 所以说的话一个入针块阻力小 而且的话不容易伤及到血管和神经 而我们在平时用到的10毫升的注射器 那么这个的话是非常伤皮肤 有的时候的话 时候使用10毫升的注射器 我们会发现针头上有一定的皮肤组织 那这个的话是非常显然不合适的一种破皮的方式 采用破皮针的话可以有效的减少血管的损伤和一些组织的损伤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小金钩导引针 那这个的话是在做提拉网以及的话是大V线 所使用的所使用到的必然的一个工具 它的话是主要是采用1-0号以及0-0号的这种设计 无论是导线还是松解 这个是必备的一个工具 而第三个金银龙凤针的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叫导引针 那它分为有粗的和细的两种规格 一种的话是19G的 一种的话是18G的 18G比较粗的这种的话是12.5公分的这种设计 而细的19G的是采取16.5公分的这种长度的这种设计 锐针和钝针的结合 那么无论的话 一个是针对1-0号线 一个的话是针对0-0号线的导入 这种使用的面积非常大 从面部的到身体到胸部到臀部 大范围的引线是非常好的一套工具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银缝单钩 银缝单钩的话 使用比较细的这种弯钩设计方案 使用皮肤组织皮下的小的线体和大的线体勾出 是非常方便也比较好用的 那无论是比较柱的这种线体的勾出 然后去寻找 还是的话比较在面颊胸部上的宽下的 这种小的线体的话 找是非常方便的 而第五个的话是单勾列 那这个的话使用的话弯曲的这种设计方案 一旦的话是夹住这个线体的话 通常线体不会移动 那么我们在曲线的时候非常方便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 而第六个的话是清洁器 这个清洁器主要是针对我们在使用 平时使用到的套筒 以及的话我们经营浓缝针的这种套筒的清洁的时候 为了避免了一些血液的凝固之后 对套筒形成的这种堵塞 同时的话也可以的话 针对我们的平时融资针的增广 也可以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清洁 单次的话像这种工具的话 可以使用到100次左右单根 最后一个的话是松解针 我们来看一下松解针的话 它分为有长短粗细的两种 一种是18G的 一种的话是19G的 这两种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承接的这种力度比较大 特别是用于面颊的松解的时候 建议的话选择这一款 或者是选择19G的这种小的真体 小的这种真体的来进行松解 它是采用钝头的这种设计方案 需要破皮针的这种辅助 它不伤及到皮肤与血管 所以说我们在松解的过程中间 串面很小 恢复速度很快 好 那所有的工具的话呢 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介绍 好 谢谢大家